大家好,港股又跌了28,600多點 又不是說跌了很多 最大的威脅是人民幣是否會貶值 因為有些官媒說人民幣不要再升 好像在暗示人民幣會貶回頭 所以A股和港股都有少少危機感 但究竟人民幣是會好像之前那樣升上去 來抗衡進口性通脹 或是貶去刺激出口 我想央行和我和你一樣都沒有答案 所以大家都是猜猜猜謹慎,官網為主 所以見到A股其實都是腳軟的 港股一樣都是市的低位 28,400是初步的支持 28,600看來好像手得穩 但我覺得這個支持位是假的 最大的支持都應該是28,400 如果28,400,000的話可能值下去28,000點 但港股我覺得形勢未至於那麼差 都是6月上旬好像之前那樣估計 都是偶下偶下的 炒股不炒市 雖然行指很難炒 但各股就是電動車或電池股 也算是可以的 我們會珍珍珍珠這個方向 接下來有些新股的 包括時代天市 我想都是市場的焦點 如果你真是這麼幸運 抽中一手的話 先恭喜你 但如果升到一倍樓上 你真是想一想 賺不賺了 因為一手的獲利都挺好的 如果你說沒有的 抽不到的 不幸運 第一天追不追呢 我估計如果開到一倍左右 都可以試一試追一追的 但就短線為主